今天做个芹菜叶新吃法,特别的酥脆好吃 以后芹菜叶您就别扔了 首先准备芹菜,把叶全部摘下来 放到清水中多投起几遍 洗掉扁面的泥沙 再攥干水分 放半勺玉米淀粉,抓拌均匀 调个脆皮糊,放半勺淀粉 半勺面粉 一味勺泡打粉,少许吉士粉 加入适量的清水 或成这样的酸奶状 加入少许豆油,搅拌均匀 这样炸完特别酥脆 一点不会回味 放入芹菜叶,抓拌均匀 就是这个效果,四层油温下锅炸 全部下锅改中火炸 用勺子糊弄糊弄,防止粘在一起 这个时候啊,你帮我点个小红心呗 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 昨天呢,您都忘点了 今天您就帮我点一个吧 感谢您了 炸着金黄酥脆就可以捞出来了 出锅撒入麻辣鲜 芹菜叶啊,以后您就像我 这么做吧 大人孩子特别爱吃 收藏视频您也私做一下吧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